杜舒瑞台风半径远离天气逐渐放晴 游客也回笼了 29号上午赏金业者就载着500位游客出海赏金 游客表示非常开心可以在台风过后出海赏金 直呼没有遇到台风很幸运 也能够观传到美丽的金屯 赏金船赴航之后天气逐渐放晴 而游客也陆续回笼 让赏金业者满载着游客赏金去 在天空作美的情况之下 也让游客能够饱览海洋的生态 今天来赏金的游客 也都是照着原本的行程 幸好没有在台风的扰局之下 影响了原本的行程 那台风过后的第一天能够参加赏金 有没有很期待 有啊 会希望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希望看到鸡女 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 所以今天第一天出海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六点 就一群客人搭船出海去赏金 那其实前一天大家都有跟所有的游客们说 那受到台风的气流的影响 难免今天会有一些风浪 然后可是看到这么多的客人 他不会因为外海的风浪而出海去赏金 那的确是我们一直在推崇海洋交易跟海洋永远 去发展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人走入海洋而知的兴奋 花莲港区在台风过后 在港区内出现了一些漂流物 而业者也都表示 并不会影响到游船 或是其他船只的作业情况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 花莲市采访报导